纵横经典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女高音歌唱家黄英 2011年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的个人独唱音乐会 以及她在音乐会后走入纵横经典演播室的放弹花絮 欢迎收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纵横经典 我是B1 在今天的节目中间 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女高音歌唱家黄英 来跟我们一同分享上周她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的个人演唱 欢迎老师你好 我们很高兴能把你请到我们的演播室里来 当时我现在呢也是还是在还是很激动 比我想象的要要这个精彩的多 黄英是上海的女儿 尽管现在的她已经是非深海内外的女高音歌唱家 但是回到祖国 在上海和北京连续举办两场个人独唱音乐会 这还是第一次 在音乐会上 黄英再次唱起了蝴蝶夫人的永叹调 晴朗的一天 1995年 黄英就是在这部同名歌剧电影中成功扮演了女主角巧巧桑而一举唱名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 黄英先后登上了世界各地的著名歌剧院 在《非加龙的婚礼》 《堂皇》《玫瑰骑士》等多部歌剧中担当女主角 被誉为东方飞来的业营 2011年 黄英主演的大都会高清歌剧《摩迪》 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中国首演 还有她主演的周龙的歌剧《白蛇传》 又获得了美国普利策音乐奖 黄英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当晚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 黄英数度反场 欲罢过能 观众们跟随着东方夜音的歌声 经历了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典歌剧之类 我们接下来就要请观众朋友们 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下 你在音乐会上的表现 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选择的两首曲目 一个是约翰史特劳斯的《春之声》原舞曲 另外一首是德利比斯的一部歌剧中 《卡蒂斯城的姑娘》里面的一个选段 说到这两个曲目 《春之声》原舞曲因为是你的保留曲目了 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德利比斯的这首曲子说实话在国内演的不多 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曲子的一个背景 以及你是怎么样去学习这首曲子的 我想大家可能记得《春之声》原舞曲由小云翰斯特劳斯作曲的这首 快智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其实是在1993年的时候 我出国之前是由著名电视导演腾俊杰先生策划并拍摄的其中之一一首歌 收录在也是中国第一部古典乐的MTV当中的这首歌曲 我记得当时东方明珠还没有 还在跳到一半的时候 你在镜头上可以看到 我们是在黄浦江畔 然后有很多的乐团的年轻乐手们 租了一个平板船 乐手们在大冬天的时候 在现场表演 然后我们在那里拍黄浦江上拍摄 看到了那个黄浦江两岸的景色 一半的东方明珠 都包括在里面 我觉得确实有不光是音乐的一种美感 还有一个比较有历史的纪念意义 主要是这首歌反映了歌唱 春天大自然 万物生灵 成长 就是对生活美好的向往 你接下去马上就选择 跟在这首歌后面就是卡迪斯城的姑娘 而且我看你在台上也是载歌载舞 是的 这个故事到底说了个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一段歌曲 这个歌曲是分两段 就卡迪斯城的姑娘 那么我为什么选这个呢 我觉得因为中国观众虽然听到的不多 但是应该相对有一点熟悉的 因为它旋律非常热情奔放 西班牙的Bolero舞蹈 那么作为歌剧演员 其实这几年我不光是在歌剧艺术上 一直不断在声乐艺术上 一直在学习 在进步 他们同时呢 我也对表演非常感兴趣 那么这次呢 所以我想也通过这个音乐会吧 把每一段这个涌叹掉 因为基本上都是我演过的角色 通过这个表演的形式 演唱以为主 但是带一点人物的个性和表演 我想更有生命感 更是有深度的来表现 每一首永叹调和歌曲 你开场的这两个曲目 选择的特别舒服 就是让大家觉得就眼前一亮 感觉就特别的新鲜 然后又有活力 那么我们就闲话少说 赶紧来看一下 这个春之声原舞曲和卡迪斯城的姑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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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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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也算是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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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之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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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让艺朵盛 成功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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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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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的心灵永远不会衰老 只要歌声飘扬 梦想便会振去翱翔 让我们有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黄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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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